要看步步就要趁现在! 甲敬文10点不会再让女儿出现在镜头前,节目中预告将退出了! 步步的粉丝在哪里?看了一下这则消息你应该会伤心的想哭哭! 想看步步要趁现在! 甲敬文预告女儿将退出阴光幕! 甲敬文与修杰凯带女儿参与亲自时镜秀妈妈是超人录影,但甲敬文坦然,可是等她们就学之后,我觉得就要考虑,不会让她们用这样的方式演出了,我觉得会影响她们上学! 似乎预告女儿即将会退出阴光幕! 近年来亲自时镜秀节目众多,不过包含林志颖选择在Kinney六岁生日时宣布停止Kinney继续在演艺圈露脸,决定让即将进入小学就读的Kinney能有一个平凡的童年生活! 陈小春与儿子Jasper拍摄结束后,也直言要让儿子退出娱乐圈! 对此,同样带助两个孩子参与时镜秀的甲敬文也表示,我想我跟所有的艺人有同样的想法! 甲敬文表示,现阶段她非常享受带助孩子一起录影的过程,有些时候透过录制过程,反而会让我看到一些我没有看过的状态,其实我很感谢妈妈是超人,让我能拥有这些美好的记录! 像是透过镜头,观众常常可以发现,才两岁的小子子布布,总是会主动关心妹妹B.O.妞,不经意流露出疼爱的神情! 这些在甲敬文视线外发生的插曲,也成为时镜秀节目最让人喜欢的惊喜! 妈妈是超人第一记除了有甲敬文与布布母女档,成员还包括知名女演员董洁与儿子鼎鼎,女主持人冉莹莹与儿子萱萱及浩浩,女演员梅婷与一对儿女快快急洋洋,想看更多新妈咪与宝贝的超萌日常互动! 请不及规oll